猫头鹰啤酒来自日本河区 卖场预防性下架 高雄一家卖场的工作人员 将一瓶又一瓶的猫头鹰啤酒下架 这瓶相当受欢迎的猫头鹰啤酒 在进口超市、酒商门市都买得到 一瓶约卖150元 但现在却传出它是来自日本河灾区 那我们卖场那些自助性的一个下架 日前环保团体经报 猫头鹰啤酒标榜是在长路野制作 但一Google地图 赫然发现长路野就在支城县 也就是核灾区 最吊诡的是 从核灾区来的酒竟是合法的 因为酒是归财政部管 卫福部根本管不着 我们是像代理官 在张庆之后的东西 那代理官也是跟我们财政部 这是简单的 是无欲的 那所以就必须上架慢慢 所以才让核灾区来的啤酒 在台湾各地爬爬灶 财政部表示 进口酒一律采竹笔茶宴 并未发现有辐射余量的问题 会加强日本核灾区 进口酒检验确保安全 董新闻综合报道